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 我是吴新宇 今天的气质的艺术 我们来看一盘非常遗憾的一局棋 可以说是非常遗憾的一局棋 这是在印寺碑半决赛中 出现了一局 对阵的双方是中国的刘欣 对阵崔泽汉 刘欣也是非常有才气的棋手 下气出来的棋也是非常的飘逸 很好看 那么我们先欣赏 黑棋 崔泽汉 由于在右边的战斗中出现了失误 落了个后手 现在这个局面 白棋是比较有利的 白棋的实地还是非常的多 而黑棋主要就是集中在这一块 而这个地方 黑棋的骑行也不整 黑棋是比较困难的局面 对此 崔泽汉也知道 那么只能采取一些非常激烈的招法 现在黑棋没有去简单的去防守 这个骑行 本身来说是应该补一个 而是直接干脆就靠出来 和白棋作战 在烈士的情况下 尽量想把局面搅乱 当然白棋由于黑棋形状不整 白棋也没有害怕的道理 然后白棋推一个 那么黑棋接下来 先刺一下保证自己的出头 这个是先手 白棋需要补一手 然后黑棋在这个局部挤 这个是形状的好手 这个暂时都没有动 这个白棋是只能粘上 这个白棋不能反击 然后可以骑再双出头 那么这样出头的话 这两个等于就是便宜了 以后就不可能再挤得到了 以后再挤它就打了 但是没走这步棋之前 白棋不可能把味道卖掉 所以这个是出头的好手 不过虽然说是走出了出头的好手 但是局面呢依然可以说是在这个白棋的掌握之中 白棋跳出来 这个黑棋悬然不能冲 你冲这个就正好凑白棋的调子了 那么黑棋呢只能按部轴巴满 就这样虎出来 但不管如何 黑棋毕竟把枯棋跑出来了 也把白棋呢给分断了 至少是把局面呢搞得比较复杂了 然后白棋跳 白棋跳的话呢 黑棋长一个 这个是先手 主要是呢 破坏这个白棋的眼位 长一个 那么 然后呢 黑棋再长啊 继续呢 咬住这块白棋 这个是 要想对白棋发动进攻 这个呢是必须长的 因为你走别的话 一旦被白棋这一扳 这个黑棋只有跟着硬 还有这个压的先手就有 有了这两个以后呢 这个白棋的出头 变得非常的宽 这个出头也是非常的畅 这个黑棋很难对白棋再发动这个攻击 所以黑棋呢 也必须长啊 不管怎么样 只有咬住这块白棋 黑棋呢 或许呢 才有这个希望 才有希望 然后 白棋呢 跳出去啊 这个是正常的 黑棋接着跳 白棋呢 也跳啊 这个 那么黑棋 这个一阵 这个黑棋 其实啊 就是说 虽然它自身啊 也不干净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 先把这个白棋给震进去 再说啊 嗯 普通来说呢 这个正常的形状呢 黑棋应该小尖一个更加的厚实 更加的厚实 嗯 不过呢 现在局面所迫啊 这个必须走得凶一点 但是这个我们也知道一句老话啊 叫做棋长一尺无眼之活 啊 无眼之活 这个就是说 白棋对这块棋的死活呢 其实根本呢 他并不担心 啊 并不担心 所以这个时候流星呢 很快呢 抢账了这个尖的要点 啊 尖的要点 嗯 嗯 因为你充充忙忙的啊 急急忙忙的想办法去做活等等啊 啊 那么呢 这个地方再被黑棋啊 一反击过来 嗯 这样呢 这个白棋整块棋啊 这块棋又被牵扯进去了啊 局面呢 就搞得了 这个反而呢 呃 危险 相比之下呢 可能这块棋啊 比这块棋呢 更加的危险 它短嘛 是吧 这个棋长嘛 所以 流星在这里呢 也 大挡这个拖鞋 小尖一个 啊 再抢一手 把这块棋彻底安全了 安全了以后 对黑棋这边啊 这块棋也是 非常的 有危险 那么黑棋先刺一下啊 这个也是破坏白棋的这个眼型 张上 那么 到了这里以后呢 这个棋啊 呃 呃 黑棋就是说是 呃 基本上呢 走出了这个 呃 攻击啊 这个也 但是呢 在这边啊 也损失了不少木树 如果现在再去回头做活的话 这个已经不行了啊 也今就是说有一点呢 没有回头路 啊 不过尽管如此啊 接下来的这一首棋 这个棋也是让人是大吃一惊啊 啊 大概我想这当今棋堂上 能够啊 下这个决心的话呢 这个 呃 也是 没有几个人啊 也就是 吹着汉这个 独到的这种风格 才能走得出呢 这部棋啊 这部棋啊 这部棋是可以说是 有点出手惊人 黑棋走哪个呢 虎这个 嗯 这个完全就是可以说是 啊 孤注一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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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下 不棋是非常非常损 因为这个虽然是先手 但被白棋一病以后 这边已经死了啊 这黑棋已经死了 活不了了 也就是说呢 这一交换 足足把自己这个好几十木棋 就给弃掉了啊 完全是不给自己留后路的啊 留退路的一种招法 就是走完这个以后 就强行呢 要杀这个白棋啊 要杀这块白棋 本身来说啊 以后就是说 这个地方 黑棋不管怎么样 由于白棋只要没这颗子啊 黑棋还有收鞋借用啊 要活这块棋是很轻松的啊 还能活个好 活出一个天幕来都没问题啊 但是呢 你不走这个啊 这里白棋这个借用太多 黑棋这个不够厚 对这块棋呢 难以进行这个攻杀 所以说呢 随着汉这部棋呢 也是可以说是下了血本了啊 这个完全呢 就是说不给自己留后路 那么 交换以后 然后就是说 孤注一致的来杀这块白棋啊 怪头 这个也是要点啊 因为这个地方你不走的话呢 白棋以后这一帖 有眼味啊 有眼味 这个这个 这个葱还是先手 明显的有只眼 所以呢 这个在 这个封注白棋出路之前呢 先拐一下 这个也是为什么要走这个的原因 不然白棋一双一双都是先手 那么一拐以后呢 白棋的出路呢 已经被这个黑棋呢 给封住了啊 封住了 那么只能呢 在这个里面呢 求活啊 大家呢 也都知道 这个是高手棋不好 我们也是很难啊 还有这个俗话就是 棋长一尺啊 无眼自活啊 无眼自活 那么白棋呢 作为这个 包括啊 很多官藏的高手棋认为 这个白棋总是有活路的啊 没有问题 那么呢 刘兴呢 其实也是这么认为的 那么他先靠啊 在这里寻找黑棋的一些弱点 这个黑棋呢 要哄住 这种认识的黑棋自身呢 就连不上了啊 这个这个 黑棋这个自己 张这个它要冲啊 这里要扳 所以黑棋得做这个 那么白棋顶一下啊 这个呢 作眼的同时 也瞄着对这块棋的这个 防扑 那么黑棋挖啊 这个是棋子呢 保证自己的这个联络 提黑棋打赤啊 这样的话呢 嗯 这个局面呢还是非常的 难说 嗯 白棋啊 很黑棋现在都变得很简单啊 就是白棋就是移门心事要做活 黑棋子也只有去杀啊 活了就赢 死了就输啊 这个 的感觉 那么其实呢 嗯 这个棋啊 确实是不太好杀 那么在这里啊 白棋这个地方 其实也有呢 这个做活的好手啊 做活的好手 嗯 嗯 不过非常可惜啊 流行在这里呢 出现了一些这个失误 因为这个比赛呢 我们是硬撕碑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用时其实是非常的时间长啊 如果包括法典的话 一方应该用满了 有五小时十分钟的这个时间 可以说时间应该来说是非常的这个充裕 嗯 嗯 也有很好的这个计算的 时间吧 反正就是说 嗯 可惜流行呢 在这里呢 出现了一个 呃 非常可惜的事物啊 那么 我们言归正传 就是说这个棋啊 白棋如果 正确的走法呢 是 在这里 小飞 这样呢 就可以这个 活棋 小飞的时候呢 黑棋 如果小尖 那么白棋 可以再贴这个啊 这样底下呢 已经有只眼了 不管你怎么走 都破不掉了啊 那么如果你把这个下面的眼啊 破下面眼的话啊 这个倒虎是先手 等于是有一只眼 那么白棋吃这个呢 这个上面呢 也有一只眼 这样就轻松活了 那你搬的话呢 白棋就提啊 你挤这个呢 但是和这一打吃 这边呢 还是有眼 那么如果你破上面的眼 那么白棋呢 可以通过斑 立啊 来走出一个呢 打结杀 啊 但这个打结杀来说 由于白棋这个大龙棋太长了 啊 棋太长了 那么 这个自身截材呢 实在太多 这个几乎快等于近活了啊 几乎快等于近活了 这个黑棋也是肯定不行的 那么飞的时候 黑棋接 白棋要贴 那么黑棋如果不让白棋抢张这个要点呢 那么也不行 那么你冲的话呢 这个时候白棋也有妙手啊 可能是流星呢 没有算到的这一步 这个时候先靠一个 这个是活棋的妙手 你黑棋如果冲 那么走重了 我再一爬呢 你这个必须得退 那么白棋搬了一道虎 这个就是两只眼 活了 那我靠的时候呢 你也不能不要 是吧 你走这个呢 它一张死了 所以这样呢 也是活啊 这个靠是妙手 如果单走这个呢 那黑棋要走这个 你现在再去吃两个子呢 这个没有活啊 这个 它可以尖了挡住 或者直接靠这个 所以先靠啊 这个是妙手 那么如果 这个 流星啊 能够走出这一步小飞 这这盘棋呢 几乎可以说是 就很快呢 就要 结束 很快呢 就要结束了 可惜呢 这个流星呢 在这里啊 错过了 可以说是 一朝至盛的这个机会 错过了一朝至盛的机会呢 没有把这块大龙啊 给走成了这个活棋 没有走成活棋 不过呢 尽管如此啊 尽管没有活棋 但是呢 这个棋局呢 变得更加的复杂 反而啊 有可能成为一盘 这个经典的这个对局 我们来看看流星做到哪儿 流星选择了 是大飞啊 但是这个里面 计算呢 有失误 我们不知道它失误在哪里 但是呢 它忽略了 黑棋的杀招 黑棋这时候贴 先贴一下 这时候你这个就搬了不行了 那么只能搬 然后呢 黑棋再小剑 这个随着它呢 计算能力还是非常的强大 那么这个走完以后呢 白棋在下面 已经失去了这个近火 就是活不了了 打劫也没有啊 打劫也几乎等同于近火 那么白棋在上面 那么白棋在上面 我们来看看底下的死活是什么情况 白棋大概是斑张 那么白棋当你长的时候 是吧 做眼的时候呢 黑棋就把贴住 把外面的这个手段呢 给你削掉 而里面呢 这个白棋呢 并不能呢 做出这个两个眼了 那么白棋拖 黑棋呢 做糊 这刚好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四八活啊 这个白棋正好呢 做不出两个眼 做不出两个眼呢 那只能先张张这个啊 寻求这里的味道 由于这里还有挤的这个鲜手 黑棋需要补一手 那么白棋呢 只能在这个中间啊 寻求这个味道 快 这个棋呢 呃 虽然白棋出现了失误 但是呢 变化呢 依然还是非常的这个复杂啊 所以说吃一块棋 确实呢 也不是那么的容易 然后挑 那么 走完以后 白棋在这个地方 只能寻求一些这个味道啊 跳 黑棋当然不能冲 白棋从这个断开这个呢 这个也是 呃 有对杀的可能啊 然后 黑棋虎 白棋在靠啊 虽然这个地方非常的这个狭窄 但是呢 白棋还是 找到了这个一丝的头绪啊 哎 黑棋搬 白棋虎啊 开始了 就有希望 那么黑棋呢 势必要把持 白棋虎做结啊 黑棋欲结先提一下 白棋结材 当然是不用担心的 黄棋 张一个 提掉 黑棋呢 呃 不能让白棋挖打连回去啊 那么张上 张上的时候呢 白棋挤一下 黑棋团住 白棋呢 叫吃 张上 啊 现在呢 黑棋外面呢 呃 暂时呢 是没有什么问题啊 没有什么 因为你 从这里去打结呢 这个还是 比较累啊 黑棋一边提结 本身这里的对杀呢 白棋也不好办啊 你走这个呢 它就长 这个白棋也杀不动啊 那么 呃 呃 这个 时候呢 这个基本上啊 白棋啊 这个大龙呢 可以说呢 就非常的这个 危险啊 但是啊 当局面啊 形成这样的时候呢 白棋只能是 去做这个 最后的努力啊 这个时候呢 其实啊 刘欣 也意识到了有一点 就是说呢 现在这个大龙死了 不行了 这么长的一条大龙 死了怎么办 一个认输 第二个再数一数目 这时候 白棋啊 可以说是发现的啊 我们不敢说他是 前面就就 在这个时候呢 白棋发现了一个呢 唯一的啊 还有一点 希望的这个 一条路 就是什么呢 和黑棋这个大龙对杀 那么白棋 先破掉这个黑棋的眼 这块棋的眼会先破掉 那么 黑棋不管怎么样 先提了再说 提呢 白棋就先找个结材 提掉 啊 那么黑棋也只能补 先把这个自己毛病补掉 白棋呢 先退啊 黑棋提一下 白棋呢 就 找个结材 提回来 现在不能让他打了 这里多了个纸 黑棋粘上啊 也是最干净的走法 那么棋局进行到此的时候啊 有可能就是说呢 一盘啊 深处于来说 经典的棋局 有可能就在此呢 诞生了 啊 有可能就在此 就是说 白棋 整条这个 这个大龙被杀了 如果啊 刘兴这时候 从头脑清醒的话 啊 想到了这个 气质的话呢 那么这个棋啊 有可能就成为一局经典 其实这个时候 白棋最最简单的啊 就是让飞煮 让黑棋气掉 吃掉 白棋再收光 这个棋啊 白棋呢 并不差 因为白棋这个 当初啊 黑棋这个 为了吃棋之前啊 这个 损失啊 是非常的这个巨大啊 这个棋啊 就是说 这么一条大龙就这么 也认真地死了 这个棋竟然不输啊 那么完全可以说的上是一个棋局啊 一个棋局啊 那么 这个时候呢 刘兴呢 就是说 呃 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啊 不过他觉得呢 这样还不见得赢啊 啊 那么还要呢 需要再继续追求一下 那么 这个时候 白棋望这个 先破黑棋的野 这个节呢 这个节呢 暂时先跟你撑着 那么 如果这样的话呢 这个刘兴意识到了 这个可以棋子了 应该来说呢 是非常的这个精彩啊 那么黑棋势必要提 先提的再说 非常可惜啊 为什么说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一句啊 一个经典马上就诞生了 但是呢 会于一个水手 会于一个水手 那么 是什么呢 这时候其实白棋很简单 简简单单的找个节就行了 装上 一提啊 那么 黑棋在这一带是不能随便找节的啊 这这种节 撞器的都不能找 那么呢 这个这些都是撞器 都不能走啊 都不能走 那么黑棋等于是 劫财的话呢 只能是在上边行棋 那么如果 黑棋走这个 白棋再张上 的话 那么一盘经典一盘 历史上 我觉得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完美的一盘啊 这个棋子最多的一句 就 那么黑棋直接跳下去啊 白棋就点一个 张上 跳 这样 只要这一块黑棋没有活 啊 那么就必须来收棋吃白棋 这个白的棋至少 简单一说 这个棋都是先手啊 简单一说至少二十来棋 黑棋在里面至少要填二十手 白棋在外面每收一部啊 哪怕就是便宜一幕啊 有可能还不止 这一来一去就是四十木棋 啊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 白黑棋即使收棋吃掉白棋 白棋把这个一封住以后 也是白棋明显优势的局面 明显优势的局面 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啊 这一坑子死了这么大一片 这样的话呢 可以说是 完全可以谈得上是白棋的可能是明局了啊 至少是天下这个棋局了 呃 刘欣都意识到了这点 但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可惜啊 这么经典的一局棋 毁于呢 一个水手 那么是怎么呢 他在这里找结啊 就老老实实找结完了啊 他还想呢 麻黑棋一下 他挤在这里 挤在这里 但是这个呢 是一个失误 他以为呢 黑棋就会简简单单的补一个 啊 但是 没想到啊 崔泽瀚呢 可能也意识到这个 吃了不见的银 他很顽强的 他是走了哪个呢 当你找结的时候 他是走了这个 顶 走到这个顶 黑棋可以吃在这里 这个是白棋的这个事物 这个里面呢 没有棋 啊 这个里面并没有任何棋 你这个最强的以后就是靠啊 打吃 黑棋就沾上 你这个吃没有用了 他这个只可以不要 啊 没有任何作用 但你直接吃个这个呢 如果说直接打吃这个 这个一顶也是没有棋 但是 黑棋有了这个 黑棋有了这个 以后 这什么 棋子收棋呢 瞬间变成灰灰烟灭啊 这个 非常非常的遗憾 我们说一说 这个是出现的这个 找劫柴啊 白棋有很多很多个劫柴 很多很多种手法 偏偏选择了一个 这个 不行的下法 啊 一个假节 或者说是 有十多个真的节 飞门走了一个假节 那么这一顶你 这个 白棋就没法弃止了 而你 当你在飞的时候 黑棋啊 还可以 比较这个 这个优先的呢 这个拖鞋 这样呢 白棋呢 就 不行了啊 白棋这个 就 不行了 嗯 非常的 这个 可以说是 非常的遗憾啊 这个 这个节是在 黑棋手里啊 这个节在黑棋手里 因为黑棋提的时候 白棋找了这个节 然后 白棋飞 啊 这样呢 黑棋等于是 这个节没有了 黑棋还能 还可以抢得一个先手 走这个 如果黑棋说 还是个后手的话呢 那白棋这样说 还不见得输 可惜黑棋呢 还可以抢得一个先手啊 啊 那么这个是 确实是非常的遗憾 这样呢 白棋就不行了啊 啊 虽然没有出现我们这个 呃 白棋弃子的这个 呃 局面 但是呢 呃 非常有意思的一局棋啊 如果这白棋 在最后时刻 不下出这个失误 那么 让黑棋收弃吃白棋 这个好几十指的大龙 然后白棋再获胜 那将是一盘啊 多么美妙的这个对局 对刘欣来说呢 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 只可惜呢 一切毁于一个水手啊 非常的遗憾 非常的这个可惜啊 呃 呃 这盘棋呢 呃 刘欣的最后是输了啊 不过崔泽汉的这个 呃 不顾一切的这个 这个 这个攻杀 这个白棋 这个完全的至死地于后生的这个态度啊 也是给我们留下了这个深刻的印象 好的 谢谢大家 收看节目 大家再见